原标题,乌克兰大选,喜剧演员与现总统或进入第二轮对决环球网报道,实习记者李东摇,据乌克兰通讯社消息,周一4月1日公布的部分选举结果显示, 在乌总统大选首轮投票中,喜剧演员泽连斯基,已接近两倍于对手现任总统波罗申科的得票率位置榜首。 第一轮投票部分结果图自乌克兰通讯社选举委员会网站显示,泽连斯基获得了30.4%的选票,波罗申科则获得17.8%的选票。 此外,法新社称,前总理纪莫申科,以14.2%的得票率,被淘汰出局。 泽连斯基今年年初宣布参选时,他的政治经验,还仅限于在一档电视节目中扮演总统。 而这位现年41岁的总统候选人,利用民众对腐败与经济停滞的失望,超越了他的剑制派对手。 几个星期以来,泽连斯基一直在民调中领先,这也让法新社值得,周日的第一轮投票其实主要是决定波罗申科与寂寞申科,两人谁能进入第二轮与泽连斯基对决。 按照计划,乌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,将在4月21举行。 泽连斯基的大胜,也让许多乌克兰人感到意外。 乌克兰政治分析人士,阿纳托利奥赫提斯尤克, 见为,波罗申科很难让这位演员便离轨道。 他波罗申科没有增长的空间,他已经打完了所有的牌。 奥赫提斯尤克说,这是对救精英的抗议。 也是对心,面孔的召唤。 面对结果,波罗申科表示,周日晚间公布的出口民调, 对他本人及政府来说,都是一个严酷的教训。 泽连斯基还没有详细说明,自己如果上台会做什么, 他的竞选口号之一是没有承诺,没有道歉。 尽管有人也对他模糊的政策纲领感到担忧, 但支持者坚称,只有完全的局外人才能清理乌克兰混乱的政治局面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